本周精选的话题都蛮沉重的 第一则是俄罗斯驻美大使 他说他认为现在全球不少国家 面临的粮食危机 都是因为西方制裁造成的 这是不是做贼喊抓贼 有点就是打人的喊救人 对他的论点他是认为说 因为美国还有盟友们 他们对俄罗斯提出制裁 包括了像是他们的农民 可能没有办法贷款 然后没有办法买保险 甚至他们想要从国外进口一些种子 都遇上了阻碍 就连货船都遇到阻碍 但是如果你们俄罗斯 不要去入侵乌克兰 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受到了很多的讨论 不过俄罗斯的角度 可能就是觉得说都是你们不好 他们觉得美国伪善 就是说你像美国在批评俄罗斯 影响了就是全球的食物 粮食供应 但是你们制裁我们俄罗斯 导致我们俄罗斯农民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他们觉得美国 你不可以这样一边批评我们 又要对我们制裁 听起来也是确实不怎么 可能因为我们可能比较亲西方国家 所以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 这样的思考角度 而另外一个也是 我不太能够理解的是乌克兰 这个乌克兰的妇女说 俄罗斯没有杀死我 之前我的丈夫可能会先杀死我 听起来很可怕 不过新闻标题就是这样下 因为他们的家暴其实非常严重 你查到资料是什么 我有查到官方的统计是说 在乌克兰啊 其实他们本来因为经济困顿关系 所以很多人会离乡背景去外地上班打工 然后导致其实家庭失衡 就是家庭的离婚率很高 同时家暴率也很高 因为通常比较贫困的地方 家暴可能会是一个盛行的现象 原来如此 然后他们就说乌克兰离婚率高达四成二 是全球前十高 同时他们的这个每五个家庭就一个会出现家暴 然后高达九成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就没有这么难以理解了 不过这个妇人她说她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现在啊 她其实因为受家暴所苦 她原本就想要离开她父亲了 但是因为COVID-19的关系还有战争的关系 她就没有办法寻找她的新生活 那她说她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空袭警报来啊 她可以跟她老公一起躲去防空洞 她说防空洞有其他人 其他人就是老公不敢明目张胆的打我这样 那我也有看到呢 这个当地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啊 她就说她认为呢 家暴啊是一个人当她害怕跟无助的时候的一个表现 就是她害怕无助 她却打她最爱的人 这种家暴行为还是不能够用这种理由来合法化啦 所以但这是心理治疗师说的啦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战争为什么会加剧家暴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战争的环境下 她只会更害怕跟无助啊 所以她更这个暴力倾向就更严重了 另外一个呢 同样我觉得也是很悲伤 就是跟大家说的今天都蛮悲伤的 在法国啊是有一条这个虎经哦 也叫做杀人经它很长哦 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生物是蛮大的嘛 四公尺长的虎经它居然游进了赛纳河里头 它当时怎么会游进去的 因为外界分析哦 专家们认为说大家都知道说虎经是在海洋里面的动物嘛 那它可能是包括说可能它有一些疾病啊 所以它才会游到淡水河里面去 所以它可能是因为本身有受伤或疾病 然后跟妈妈走散或是跟她群体走散 然后就游进淡水河当中 对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不然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淡水 那原本呢他们希望说能够诱导它 就是能够游回大海里头 像是这个保育团体啊 他们就出动了无人机 这无人机会发出虎经的声音 感觉同伴呢这是往海里面游 他应该可以追随同伴 结果失败了 然后呢这个虎经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过世 好让人哀伤哦 对然后他们有认为说这个虎经啊可能它感染了像是黑针菌啊或是黑霉菌类似的这样子的疾病 不过这样子的疾病呢在这个北美洲的金鱼身上比较常见 在欧洲比较少见 所以是个少见的这样子案例 对他们也是认为说它应该是没有办法救活了啦 很可惜 对那另外呢在这个德国的部分呢 德国他们开始思考啊 我觉得韵文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们开始思考他们跟大陆的关系 因为其实中德之间关系都很友好嘛 贸易也很好 然后呢但是最近是德国是首度的拒绝这个福斯汽车 他们要投资大陆做担保的这样申请 是首度拒绝 原因是人权的问题 就是新疆人权 因为前阵子啊这个BBC有揭露就是一个有骇客 就骇进这个新疆的警察电脑内部取得机密文件 就是揭露上百上千张 五千多张那个囚犯的脸孔 就维族囚犯脸孔 外加是有一些警察在就是演练他们怎么对付这些 抓来的维族的这些囚犯 然后甚至说如果说他们有要逃跑的话 可以开枪把他击毙 就是让大家都很震惊 确实是蛮害怕的 对因为他有一个网站是公开网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非常惊悚的一个秘密档案 然后现在因为德国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要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距离 就不能够太过依赖中国大陆 加上这个大陆其实没有很公开的挺俄罗斯 不过大家都认为说大陆跟俄罗斯正在同一边的 而现在欧盟也希望说能够挺乌克兰吗 对 所以是不是也是这两个原因 就是也是个前车之简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欧开战之后 你欧洲国家 尤其德国就很依赖俄罗斯的能源石油等等的 然后现在搞得制裁很尴尬 那他们对于中国就觉得它是个专制的体制 然后是个独裁政体 所以要跟他保持一点安全距离 以免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就无法切割干净 但他们现在就是就像你提到的 其实德国有很多企业在大陆投资 那大陆人除了这个观光消费以外 跟德国的贸易也是蛮密切的切的断吗 他们就要慢慢的开始来做好准备 未雨冲磨 希望接下来就是不会发生 他们到时候想要切 却切不断的时候 没错 另外英国呢要来看 是这个首相强生的派对门事件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 就是在封城期间啊 然后首相就是不顾禁令去开趴了 这是个做最快的示范 对结果呢 他们最新的是说呢 这个泰晤士报报导说 首相这个不一定是首相本人啦 但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呢 有去跟这个负责写报告的官员来施压 就是想要不要讲太多秘密出来吗 之类的 他说包括啊 他们认为说 如果你有提到首相夫人的话啊 某些地方他们希望可以去修改 不过呢 这当然是泰晤士报的报导啦 而我们有去看到像是Sky News啊 Sky News就说 唐宁街10号出来说 他们绝对没有做这件事情 这是官方一定要出来澄清的啊 这是一定要做的 不可能政府都一定要澄清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等于从这个派对门 到底有没有人施压 又变成一个罗生门 对没错 所以呢这个以上就是本周的这个精选新闻了 当然在进入深度讨论之前啊 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 乌俄最新的战情 特别是大家都说抵制嘛 抵制难道只有嘴巴上抵制吗 欧盟说他们呢 现在终于决定了 他们要战断90%的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他们说这是这个战争以来最严厉的制裁 然后呢他们要经援乌克兰 一两千多亿的台币 来看这一则报道 就怕一不小心踩到乌俄战争的红线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表态 不会向乌克兰运送任何武器 另一边德国虽然力挺乌克兰 同样小心翼翼 至今没有给出军援坦克和战车 遭到不少舆论批评 不过虽然武器没到 欧盟27个成员国在周一举行的峰会上 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欧盟祭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三个月以来 最严厉的一次制裁 还将俄罗斯最大银行 踢出SWIFT系统 同时禁止另外三间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 为了尽快重返和平 法国也派出最高层级官员 由外交部长亲自出访乌克兰 科隆纳除了与泽伦斯基见面 还聚焦在乌克兰农作物 在战事影响下无法出口 导致粮食飙涨的问题 尽管普京已经放话要与土耳其合作 确保从乌克兰港口输出的粮食物流顺畅 但俄罗斯的保证却很难让人幸福 一名法国记者在乌东卢干斯克采访时就遭遇俄军炮火攻击而死 法国也严正要求必须查明这起悲剧的真相 TVS新闻综合报道 从新闻报道看 大家都认为说外界应该是力挺乌克兰 欧盟大家也认为说一定是要挺的 怎么可以不挺呢 但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网媒Politico 他却说法国德国跟意大利 他们希望能够促使乌克兰跟俄罗斯和谈 他说原因就是如果乌克兰真的打赢的话 俄罗斯的局势会变得很动荡 甚至呢这个欧洲非常依赖俄罗斯能源嘛 他们这个俄罗斯跟欧盟能源的连结会变得不稳 所以他们认为说与其让这个走向不好的结果 还不如先和谈吧 对因为他们认为说毕竟我们欧洲欧盟国家 还是没有跟俄罗斯直接对决战争 那他们希望可以保持俄罗斯有一定的面子 让欧洲可以好好跟他继续的平稳的相处下去 这感觉是刚开战的时候 欧盟就是一直不决定要不要帮乌克兰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态度 对却什么可以看到像是马克宏啊 他是不断跟普京有通电话的人嘛 然后他就说呢这个结束战争是要俄乌共同的来协商 而且不能有谁被排除在外 也不能让这个俄罗斯感觉到被羞辱了 是 对然后他还说什么一旦和平呢 这个欧洲会建立起新的安全平衡 但是这句话其实让很多东欧啊中欧国家的人很担心 他们担心乌克兰是前车之鉴 对就觉得说那不等于说我国家的一些安全问题 是变成俄罗斯还有话语权吗 可以干涉我们国家的一些安全问题吗 但是他有提到说其实他们担心说 俄罗斯我觉得被羞辱的话 他可能会有更加激烈的反制 或者是对抗这个欧洲的关系 那德国的这个总理萧姿啊 他也是认为说乌克兰应该要尽快的停火 不是说乌克兰不要再反对 不要再反抗俄罗斯啦 是希望说这个战争要赶快结束才可以 因为呢毕竟乌俄啊 他们开战对于全球粮食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因为总是整个几乎是二战之后啊 整个粮食供应最惨的状况 但刚才他有说 他不是认为说乌克兰要撤军 他没有支持要撤军 他强调是说呢 那个支持是欧洲国家西方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然后呢也认为这个战争 是要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这就是像刚刚讲的嘛 就好像是回到了刚开战的那个状况了啦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太理解说 到底这个欧盟的几个像法国德国意大利 都算是蛮强而有力的国家 占举足轻重的 那乌克兰这边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啊泽伦斯基一直太多都是很强硬的嘛 他就说了他认为马克宏在帮俄罗斯找出路 是一个没有用的出路 他话也讲的蛮白的 就是说你虽然讲的好像是说 希望我跟他和谈 但我乌克兰不跟他和谈 这出戏也是演不下去 对因为他爆料过 他说之前呢 马克宏曾经想要试图劝他 让出领土来换取这个俄乌中战 然后他们很坚决是说 我们乌克兰绝对不可能用领土来换这个修战 而意大利的部分呢 意大利的总理是在跟拜登会面的时候提及说 他们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来促成和平协议 不过呢意大利的前总理他说 他说俄罗斯就一直在那嘛 我们就是一个 他就是在我们相邻的国家 俄罗斯是永远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周围的 所以他也认为说呢 应该要面对现实啦 面对俄罗斯不应该要失去警觉 也不是说现在和谈接下来万一就像一句话 纯寒齿王嘛 就是对类似纯寒齿王就是比较有衰竞主义 这样子就是可能要有有点警觉心 你俄罗斯的威胁始终就是在那边 对 俄罗斯的威胁始终就是在那边 而瑞士呢他其实有表态哦 他支持欧盟来制裁俄国 不过呢他说他的表态呢 是一个象征性的啦 比较实质的像如果要提到说 现在各个国家有把自己的军事装备啊 送到乌克兰去 协助乌克兰来抵御俄罗斯 瑞士是没有这样做的 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就会离他的中间立场 稍微远了一点 对因为他堪称是一个永久的中立国 他们仅仅是只是表态支持这个制裁 就引发他们国内有正反的在讨论说 到底中立是什么了 对那另外呢蛮像的 而比较这个具体的表态一点呢 在政治上的表态 像是奥地利啊 马尔他跟爱尔兰呢 基本上都是 他说他们的中立呢 并不是政治上的中立 是军事上的中立 所以呢他们可以表态支持乌克兰 但是一样像刚刚讲到的 在军事上提供协助 他们也都没有这样子做 就是没有送你武器 但是我是大力的谴责俄罗斯 那么看到这个在比较靠东边的 这个塞普勒斯国家 他就蛮特别的 他没有表态就是因为 他其实跟北约之间 有些历史的恩怨情仇 不爽北约 对因为1970年啊 土耳其入侵的时候 那个时候北约其实并没有站出来 他说北约没有阻止土耳其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要跟北约保持一些距离 所以大家知道说 在这个乌尔战里头 北约自然是比较挺乌克兰的嘛 所以他在选边站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北约的这边 对 不过呢 他其实也蛮亲英国跟美国的 而他也把他的港口借给俄罗斯 等于就是两边都不得罪的状态 对就是一个维持中意的状态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